他来了他来了 罗萨伍德放话 称自己若当选 必将会牵下 多特前锋哈兰德 这是为梅西牵下的帮手 还是要接替梅西 在竞选活动中 罗萨伍德称 如果他成功当选了巴萨的新任主席 那么他就会任命 金牌经纪人明格利亚 出任巴萨副主席 并且称明格利亚 已经谈妥了哈兰德的转会 对此 罗萨伍德说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 牵下哈兰德的条件 如果我们赢了 第二天我就会打电话 给哈兰德的金 既然拉伊奥拉 我们会接受这些条件 牵下哈兰德 这件事我已经告诉过 拉伊奥拉了 马卡报则表示 罗萨伍德和哈拉德 已经签订了预备合同 不过 罗萨伍德的话 并没有得到明格利亚的肯定 在接受采访时 明格利亚说道 我们有一个 世界级的体育计划 但现在 我们不能透露 但罗 萨伍德 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他可以帮助巴萨 扭转现在的困境 此外 明格利亚还放出了 另一个重磅炸弹 如果巴黎将姆巴佩 放进转会市场的话 那么罗萨伍德 会第一个出手 还在所有竞争对手的最前面 对此 明格利亚说道 这有一点复杂 因为姆巴佩的合同在 明年就会到期 我们正在处理着 各问题 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 没错 我们在争夺 姆巴佩的队列之中 此前 姆巴佩一直都是 皇马的头号目标 老佛爷一直筹划在 2021年出手 并且还劝说姆巴佩 不要与大巴黎续约 如今 如果罗萨伍德当选 那么巴萨 也会加入到竞争之中 这无疑会使得情况 变得更加复杂 至于哈兰德 他在加盟 多特之后 依然保持着 自己的顶级表现 本赛季至今 哈兰德已经在14场比赛中 打进了17例进球 他也被看作是 新生代中锋第一人 今年夏天 巴萨将苏亚雷斯放走 球队中 也缺少一名顶级中锋 哈兰德会是 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巴萨的首要任务 还是要留住梅西 否则 即便哈兰德加盟 如果梅西离队 巴萨的实力 还是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你这个项子 不知道 我没有订阅 我